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郑嘉伦就认认真真的演了一个在台上闪闪发光的男人 郑嘉伦的这一段台词容量巨大 足足有两分钟 编剧写得超级用心 写的真的是写出了一个致力于发扬中华文化 年轻建筑设计师的获奖新生 西方的设计建筑理念和中华历史文化相碰撞所产出的火花 是能够给任何一个真正懂得设计人才灵感的 人才是建筑的根本 这部剧的三卦太正了 任嘉伦也太正了 他的这一段台词呢 沉稳成熟又富有年轻人的激情与想法 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站在领奖台上的就是顾川 就是一位年轻又励志的大满贯获得者 当弹幕上一片红色的国旗更是让我深深感动 我想所有的观众都和我一样都被这个场面和利益感动了 坚持中国文化自信 坚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 这不就是最好的文化输出吗 我为任嘉伦所震撼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英勋帅气 不仅仅是他的台词功力 不仅仅是他的演技大赏 更多的是他本人已经和角色完全融合 还有就是他选择剧本的能力真的是很卓越 还记得任嘉伦曾经在直播里说过 他和无相导演聊剧本很久很久 也就是说他深刻的参与了这部剧的制作 他尽可能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理解 他热爱这个叫做顾川的人 并且极好的塑造了这个有血有肉的燃物 而他的表演呢 也让我深深的相信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 优秀如任嘉伦让我相信我挑选偶像的眼光也是极好的 这么好的一部剧 这么正能量的三观 这么诚意满满的优秀电视剧作品 绝对不是一部小甜剧就能够涵盖的 所以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这部作品 大家都来看乌鸦小姐与戏先生吧 不要被他的名字吓跑 内容啊一点都不矫情 一点也不雷人 超级的温暖治愈 在剧中呢 任嘉伦身穿正装 缓缓一步步走楼梯的场景 格外令人着迷 女主角看得目不转睛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嘴里不停的说 好帅啊 好帅啊 这简直就是说出了我的心声好吧 我深刻怀疑啊 编曲看过任嘉伦主演的情意之下 毕竟当时任嘉伦饰演的路易 长袍宽秀缓步走来的场景啊 令惊吓 看得入迷 令我看得嗷嗷的叫出来了 不得不说啊 任嘉伦太适合把头发全部竖起来的造型了 又清爽又贵气 简直是厌光刺射的感觉 绝对的厌压呀 而今天下午呢 顾川发朋友圈了 内容就是来自顾川的自拍小视频 里面就是这样的一身造型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是无死角的帅气逼人 那有什么死亡角度 那我的理解就是 死亡那就是我们这些被迷得七婚八素的人啊 任嘉伦 我们知道你长得帅 哪样拍都靠看 行了吧 还记得在秋缠里的任嘉伦也是大背头 无论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是好看得紧 周正君郎的五官 清贵端正的气质 一看就是有教养的好儿郎 任嘉伦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家教严格举止言谈都是进退有步 这样的他在饰演角色的时候 能够很好的富裕角色 应有的姿态和气韵 任嘉伦必然会再度引起观众的惊艳和迷恋 一张好看到极致的俊美脸庞 一双波关练也会说话的眼睛 传递出顾川对事业的自信 和对未来人生的迷茫 任嘉伦 你真的太帅了